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四王某病院协会林昭明会长 大家好,我是林口长坑医院院科副吴维景医师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四王某民意系列讲座 我们今天来到林口长坑医院 坐在我旁边的是吴维景医师 吴医师也是教授级的医师 也是我个人非常敬仰的一位医师 因为吴医师除了平常的看诊之外 还有照顾我们的病人之外 他去年得了全球的前2%的一个卓越的一个科学家奖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吴医师来跟我们讲解 四王某的一些眼睛的疾病跟预防 来接下来我们欢迎吴教授来对我们做精辟的演讲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口长坑医院眼科副吴维景医师 我的专长是在做四王某的这个疾病的研究 特别是在小儿四王某 很高兴今天有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些互动 第一个跟大家介绍 什么是糖尿病黄曼部水肿 糖尿病是因为我们身体对葡萄糖利用出现问题 导致血糖浓度过高 那时间一久高血糖就会损害眼睛 而导致发炎 这个可以想象就好像眼睛的器官泡在糖水太久了 那器官的功能就会受损 我们眼睛的血管管壁就会造成伤害 造成眼睛血管里面的内容物渗漏 然后引发黄曼部的水肿 那这个叫做糖尿病黄曼部水肿 那另外一方面它也会造成四王某血管的阻塞 然后产生新生血管 那这些新生血管非常脆弱 它很容易破裂出血 然后甚至拉扯四王某 造成四王某玻璃 严重的时候是会造成失明 那这个糖尿病水肿膜病变 也是我们成人失明的主因之一 近年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盛行率逐年增加 也有年纪下降的趋势 引发的糖尿病水肿膜病变 几率也会相对增加 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一个议题 糖尿病水肿膜病变的这个检查有哪些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间接眼底镜的检查 那这时候就是您到一般的诊间 我们眼科医师会帮您做瞳孔的扇筒 然后我们再用眼底镜检查您的四王某的状况 如果您的状况比较严重 我们这时候很会需要做荧光血管摄影 那荧光血管摄影呢 就是我们会在病人的这个血管地方打入显影剂 这些显影剂会跑到眼睛 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摄影剂去照相 那摄影的好处呢 它可以更清楚地知道血管的渗漏的状况 然后可以知道它的这个分歧大概是在哪里 因为我们有一些眼底的病变 我们用眼底看 看不出来 或是很不明显 那你用这个荧光血管摄影 它就很容易地显漏那个病变的位置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清晰性的一个检查 所以通常是比较严重的时候才做 那另外就是有些病患它有肾脏功能 比较不好的问题 那这个检查可能也没有办法做 因为它必须从肾脏排除 那我们这时候会用其他的比较新的OCTA的检查来做代替 第三个我们比较常用的检查是超音波 那超音波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当你的眼底已经很厉害地出血 我视网膜看不清楚 那这时候我就要借助超音波 利用超音波来看看你的视网膜里面 是不是有视网膜玻璃的现象 还是只有单纯的玻璃体出血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有用的一个工具 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会有哪些症状 通常你可以最常见就是病人觉得视力模糊 那视力减退模糊另外就是 它有时候看东西会有变形 或者是它会有一些黑影 那那些黑影有可能是初血造成的 我们的视网膜有一些初血 你就会把那个相对应的视野遮住 那扭曲变形就是你如果视网膜有水肿 那么它的这个看东西就没有办法是 呃呈现原来的这个风貌 那另外就是它有可能会造成变色力减弱 因为你的感光细胞受损了 你的这个变色力就会下降 所以有的人他可能红绿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鲜艳 那我们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治疗有哪些 我们现在的主流治疗主要是有两种 那一种是传统的雷射 那另外一种是比较新的眼内注射 传统雷射主要就是用在 有增值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个病人 如果只是单纯的黄斑部水肿 这个雷射角色大部分被眼内注射所取代 那我们眼内注射就要注射两种药物 第一种抗新生血管的这个药物 AntiVGF的药物 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说它可以抑制新生血管 然后减少血管的渗漏 我们刚刚提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血管必受损 所以水不断的漏出来 那你漏多了就水肿 酸膜水肿就会影响到病患的这个视力 使用这个抑制VGF的这个药物 打到玻璃底里面去的时候 它就可以减少这个管壁的这个生容 本身就直接抑制这个新生血管 所以它主要有两个这个帮助 那另外呢 也可以打这个类固醇 有时候我们水肿久了 我们可以使用类固醇的药物 可以减少黄曼部的这个水肿 那另外我们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它会诱发很多发炎的现象 然后引起很多的这个发炎的 腮偷看细胞的组织 还有一些生长因子的这个释放 那我们这次有使用类固醇 这个长效类固醇 它就可以减少发炎 然后稳定这些细胞的生长因子 它也可以减少黄曼部的水肿 进而增进病人的这个视力 我们现在有这种长效性的类固醇 它的药效可以达到三到六个月 所以给病人治疗上比较方便 那我们的这个眼内的 Anti-VGF的药物的注射 通常一两个月就必须同步施打 那它比较不适合的就是 病人有怀孕 中风 心脏病死 或是它有比较过去有血栓的这个病死 那因为这个Anti-VGF 也会增加血栓的风险 所以比较不适合这些病人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预防 当然如果你没有糖尿病 你就不会有糖尿病死亡无病变 所以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自己得到糖尿病 那你要怎么样 不要得到糖尿病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 要有这个饮食 良好的饮食习惯 然后规律的运动 然后你的作息尽量不要熬夜 固定的时间就起 很重要就是不要抽烟 或是适量的喝酒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以前都观念觉得 我抽烟只是伤害肺部会造成肺部不好化 比较容易引发气喘肺气症 但其实不是 这个尼古丁对全身的影响是全身的伤害 它会沉积在全身的血管壁上面 然后造成血管的阻塞 我们都会强烈的这个建议我们的病患 千万不要抽烟 如果有过去的这个病史 要把它解烟 抽烟不只会恶化你的糖尿病 宿脑膜病变 也会增加其他的宿脑膜病变 像老人性黄蛮病变这些风险 那我今天的这个糖尿病宿脑膜病变的这个 简介就到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宿脑膜血管阻塞 那就是俗称的眼睛的中风 那很多病人到门诊 他说这个医师跟他诊断是 你的这个眼睛中风 他会觉得 怎么眼睛也会中风 那简单的说就是 他的这个宿脑膜血管阻塞 那这个阻塞 有几种分类 就是看你是静脉阻塞还是动脉阻塞 那你是分支的血管阻塞 还是全部的血管阻塞 所以这个严重度就不一样 那一般来讲的话 动脉阻塞会比静脉阻塞来得严重许多 那如果是全部的血管阻塞 当然也会比局部的血管阻塞 来得这个严重许多 所以这个我们会看他的这个状况 然后做一个判断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血管阻塞的这个情形 这个一定事出必有因 绝对不会很单纯 通常病人呢 就是你要去检查看 是不是自己有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或是你有没有抽烟的这个病实 有的人是胆固醇比较高 或者是他有凝血的问题 有些人就是单纯他年纪比较大 他的血管硬化 硬化压迫这个静脉的血管 那静脉血管受损 他就可能形成血管的这个通道不通 那造成宿脑膜的这个出血 那一般来讲是这样 如果是静脉血管塞住的话 它是属于回流的系统 骤损 所以呢 你会看到视网膜很大片的这个出血 还有这个出血引起的水肿 那如果是这个动脉的这个阻塞的话 它是上游的部分受损 所以它会让那个整个视网膜呈现一个昌白的这个现象 急性期会有一点点视网膜水肿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 它视网膜就会往这个萎缩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这个是动脉跟静脉阻塞不太一样的部分 我们医师可以利用机中检查来帮助诊断 包括使用像这个视网膜断层的扫描 眼底的这个照相 还有这个荧光摄影 那这个比较确定当然是荧光摄影 它可以知道就是说 阻塞的范围大概是多少 那比较新的 现在也有OCT的这个血管摄影 OCT的血管摄影就不用打前影剂 它可以不清晰性的这个知道眼睛的这个状况 我们现在有阻塞了也不用觉得很担心 因为现在有很好的这个治疗 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可以 主要的治疗是可以使用那个 Anti-VGF的这个治疗 那另外也可以使用 长效性的内固醇的一个注射 那在比较严重的病患 我们有时候也会使用雷射 那当然我们这个预防摄影治疗 一眼的阻塞 有可能另外一眼有可能会阻塞 所以这个病患必须把它原有的 潜在的这个症状要做控制 比如说血糖血压血脂肪 肾脏功能要弄好 那它如果有吃一些容易阻塞的这个药物 那么也要跟医师讨论 是不是有一些另外替代的这个药物可以使用 最重要的这个预防 就是说大家到了一个年纪以上 一定要去定期的去监控自己的这个血糖 血压血脂肪 胆固醇的这个情况 很多年轻人 他觉得我自己很年轻 应该没有问题 殊不知 常常的这个食用含糖饮料 他的这个血糖血压 可能都充人 搞得他自己都不晓得 所以这个定期的这个监控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最重要的 然后有问题赶快看医生 那当然如果可以固定时间看颜科医师 这是最好的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老人性黄斑病变 那这是一个很常见 中老年人他那个失明的一个读音 首先讲一下黄斑布是什么 其实黄斑布就是我们视网膜的中心点 就是叫做黄斑布 所以可以知道黄斑布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它负责的是我们的中心势力 那为什么会有老人性黄斑病变 主要就是你活得够久 够长寿 你才会得到这个病 那因为现在健康的进步 然后所以很多人又发这个疾病 那除了这个年纪的这个因素 其实基因遗传或是抽烟 或者是家族史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的BMI比较高 它也是一个老人性黄斑病变的一个危险因子 大家的这个主述就是说 我开始发现我的中心视力是有受损的 然后我的中心的视野变比较暗 或是我看东西会有扭曲变形 所以基本上病人如果看到东西是扭曲变形 多半都是视网膜有一些问题 这个都要尽速找医师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老人性黄斑病变的检查 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检查可以做 那当然我们除了视力的检查 眼底的这个摄影 我们还可以使用刚刚讲的 荧光的血管摄影 然后还有这个OCT Octa 这些综合来判断 它是属于哪一种黄斑部的这个病变 因为我们老人性黄斑病变 它可以有湿性有干性 湿性的这个黄斑部病变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治疗 这个眼内注射 这个Anti-VGF 那肝性的黄斑部病变 以前是没有治疗 但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 会发现某些药物是可以减缓 黄斑部萎缩的这个恶化 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治疗 引进到我们的这个 clinical practice 里面去 病患在家里有没有办法 可以自我检测 其实您可以去上网 去download一个叫做 Amcer Green 阿姆斯的这个方条隔 那你如果发现这个隔子有弯曲变形 就要赶快看医生 现在治疗的主流就是 使用Anti-VGF的眼内玻璃体注射 效果非常好 那现在也有新一代的药物 不断的推陈出新 那它的注射时间可以更久 从以前的一个月 到两个月 三个月 然后它的药效更强 另外就是有的病患 可以辅助使用这个光动力治疗 那它可以得到一个更长久的效果 当然也有少数的黄斑病变的组织 是可以使用雷射 那这个要看医师的一个建议 老人性缓慢病变会影响到病人的这个视力 那所以要及早就医 然后赶快治疗 通常效果都非常的好 接下来跟大家稍微谈一下那个 视网膜玻璃 那视网膜玻璃在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门诊其实还蛮常见的 而且现在就是年轻人 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因为我们现在近视的比例越来越高 近视的人他的这个眼睛比较脆弱 为什么 就好像一个气球 它吹比较大颗 那气球的壁都比较薄 就很容易破洞 好像我们的这个墙壁的这个壁子 有一个洞的时候 水灌到壁子的后面 它这个壁子就掉下来 就是叫做视网膜玻璃 那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 裂孔性的视网膜玻璃 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种视网膜玻璃 像拉扯性的 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胜出性的视网膜玻璃 比如说你眼睛有长一个肿瘤 这肿瘤会分泌液体 然后造成视网膜 跟下面的主尸分离 造成视网膜玻璃 临床上可以分这几种 但最常见的还是裂孔性的视网膜玻璃 最大的一个就是危险因子就是高度近视 或者是你有外伤 那或者是说玻璃的家属时 你有一些基因 它有些疾病很容易造成视网膜玻璃 或是说你有剧烈的这个头部晃动 比如说你做的是一些极限运动 或者是高空弹跳等等 这个都有可能增加它的这个风险 那我们这个视网膜玻璃的这个手术治疗 现在是都蛮进步的 临床上比较小的玻璃 可以用镭射把它封起来 或者是我们用冷冻 把这个玻璃的位置把它局限在一个小范围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眼内注射这个空气 利用这些长效性的空气 把视网膜复位 然后再用镭射把它固定 或者是我们使用这个环扣的手术 用一个带子把这个视网膜破洞的地方把它支撑住 也可以治疗这个视网膜玻璃 最终也可以你开到眼睛里面去 叫做玻璃底切除 之后再灌这个长效性的空气 空气把视网膜堵回去 所以这个病人接受这种治疗之后会比较辛苦 因为他术后可能就要这样采取一个趴着的姿势 不要让空气浮在上面 那我们这样子的姿势的时候 视网膜刚好在后面 他才可以被支撑住 那视网膜才可以比较好的一个复位 所以这个病人可能会被要求 需要趴也许两到四周的时间 所以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如果病患有一个好好的合作 现在视网膜复位的这个成功率都可以达到九成以上 有些病患他后来还会合并一些眼睛的疾病 像白内障或是青光眼 这些病患都要接受近期的一个追踪检查 预防视网膜玻璃最重要的就是 要避免有这个眼球的这个外伤 然后我也不建议做一些眼睛的按摩 那另外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从小不要近视 为什么我们也只在鼓吹近视的防控的一个重要 因为你没有近视 你的视网膜就会比较强嫩 不容易破洞 没有破洞水就不会灌进去 就不会造成视网膜玻璃 那另外当然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不能有糖尿病 你有糖尿病以后 你的视网膜玻璃的风险就增加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血糖 血压血脂肪 培养好的运动生活习惯 定期的到医院去做健康的这个监测 那我想这个对视网膜玻璃的预防都会很有帮助 好非常精彩的演讲 今天非常谢谢吴教授 对我们对视网膜的这些相关的知识 做了精辟的一个讲演 那谢谢吴医师 谢谢吴医师长 还有谢谢各位朋友的聆听 谢谢 我是吴医狗长科医院眼科部 吴威吉医师 用爱看见希望 耶